我 我不是不让你工作 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平平安安地 把孩子给生下来 等孩子大一点了 不需要你带了 但工作可以再找不是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要围着孩子转呗 不 我说的有什么错呀 你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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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妈 你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呢 能不能到我没说普通话 我在跟我妈说 你妈也会说普通话 小黄 这是在我儿子家 我跟我儿子说几句尖声话怎么了 我这天天伺候你还有毛病吗 不是 妈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呀 你瞅我尝尝把火干好呀 我还不管了呢 别管我 你哭什么呀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是 你也是 不就说几句家乡话 你至于吗 那我妈为了谁呀 大老远 从老家过来 还不是为了照顾你吗 她呀 她不爱说普通话 那你学几句潮语不就完了吗 你法语都能学 潮语有什么不能学呢 潮语有什么不能学呢 不是 不是那意思啊 你就是这个意思 不哭了啊 好了好了 你呀 就是受激素的影响 导致了情绪不稳定 我就当是肚子里的孩子在跟我发脾气 我不怪你 咱没怪 你总要为宝宝着想着想嘛 别让他还没出生呢 就成天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 成天吵 好不好 怎么比上个礼拜还轻两劲啊 有吗 是啊 你别听你哥什么控制体重啊 该吃吃 我没有啊 一顿都没落下呀 明天啊 我去给你买点面包饼干什么的 你带到公司去啊 饿了你就吃 我那个办公桌 已经堆得跟小卖布似的了 还买 那就是上班累的 那天我跟你送饭 看你忙得脚不沾地呢 吃点水果 我们公司刚成立了电子书发行部嘛 我又是主管 我肯定得管呀 你呀 就是爱整强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电子书有市场发展空间 是你跟我说的呀 对对对对 我说的 我想起来了啊 你给你老板反馈一下 那些什么打印机 复印机什么呢 不要放在你办公桌上 有辐射啊 手机也少玩 都有辐射 其实 现在公司挺稳定的 你不去上班 我也能养得起你 方罗网可以吗 听到没 你爸以后让你当富二代 模样 成天给我嬉皮笑脸了 怨我 最近工作太忙了 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你 要不我把我妈叫过来 你别心事动众啊 我保证 我保证我一定吃好睡好 给自己养胖胖 多吃点 没想到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倾听变化这么大 但这个变化 也不会影响我们合作呀 这么说苏总是想跟我合作的 我刚上任 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业绩 上次你说的 友好诚实艺术交友的项目 我很重视 也得到了总公司的批课 怪不得黄玉玫对你总说太不绝口 说你这爽痛快 果然一点都没错 那庄先生一定也明白 就算我们合作了 黄玉玫那边 我可是不会帮你说好话的 请坐 这个项目规模大周期长 一家公司肯定是吃不下来的 我也打听过了 你们也找了别家 但是呢 在这几家公司里面 我们蜻蜓在北京 上海 还有香港的资源是最丰富的 我希望可以把这几个城市交给我们 苏总分析得很正确 我也正是这么计划的 那太好了 业务方面呢 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 那私事方面 我就不帮忙了 行 那我先找个同事 帮你对接一下 也是你的老熟人 来 叫我办公室 进来 艾瑞克 好久不见 又见面了 格兰在亚太区有一个友好城市的艺术项目 我们呢 是其中的一家合作公司 我想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我 有问题吗 没有 项目交给我 我一定负责到底 大夫说宝宝发育特别好 好 哎 打印机什么的 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 他也不穿呢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 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 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 跟人体的有机件能 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可是您看啊 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 它辐射源那么多 累积起来总会有影响嘛 跟累积也没有关系 再重一百吨的桥 也不是说开过去一百辆一吨的汽车 它就塌了呀 小八 我跟你说 那防辅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 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 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 不用穿 好 玫瑰 你怎么瘦了呀 你这时候得多吃 你不能减肥 你多吃吃有营养的东西 才能生一个 像你哥这样的大胖小子 好 对啊 要多吃 听你哥的啊 是有营养的 嘴壮一点 什么 怎么了 你们家人 是不是挺教不起我的 怎么可能啊 他们老说你上进 说你又努力 总在垮你呢 脑子笨 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了 上这么多年学 连电力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 那不是很正常吗 谁家买个衣服 还要做调查 弄数据这些呢 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 他把你当自己人 才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多想啊 好 好 小姑娘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姐 回去吧 我没事了 你今天早上突然晕倒 真把我们都吓坏了 我要是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主编要骂我的呀 我爱人已经来了 回去请我谢谢大家 好 谢了 医生 血压和尿蛋白有些高 抽中吗 没有 怀疑是子嫌前妻 那 那大夫 现在症状不算严重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留院观察四十八个小时 好好好 住一天行不行 你有医保啊 住院费用大部分可以报销 医生 就住两天 谢老大夫 你别心疼钱 身体重要我们不知道吗 后天约了个很重要的作家见面 你是怕影响工作啊 真挺重要的 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连大夫都说了 你子嫌前妻 你这样 你们单位哪干啥人过去啊 明天下午 我请单位帮你请假啊 这两天 你就在医院里 用一个系统来检查 子嫌啊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是啊 目前只是怀疑 但医生也说了 要尽量卧床休养 那你们打算请多少时间的假 想问一下 一般最长可以多久啊 每年规定的带新病假是十二天 超过十二天按市价算 那如果 一个月以上呢 那就建议挺心留职吧 但小黄还不是正式贬值啊 这可就难吧 要不 就办辞职吧 这有些可惜啊 要不 也让小黄先申请转岗 现在离遇产期 还有四个多月 如果严重的话 对窝床静养 恐怕没法再工作了 他本人同意嘛 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 干得很好 是 他这个人啊 工作起来就是很贫 所以我更担心了 我是他爱人 在上海啊 就我们两个人 也没有其他亲人 我真怕我照顾不好的 要是因为这个 这出点什么更严重的事 对吧 嗯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三款窗帘 选一个 一定吧 打都打不出来了 你看一眼 别回头我选的 你不喜欢 第一个 这么草率 不仔细看看 我相信直觉 弟眼看得好的就是好 那你弟眼看我的时候 怎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 小心眼 来 来看看灯 慢点 嗯 回来了 你来了 我爸我妈给交过来了 这段时间啊 让她照顾你 我儿子太辛苦了 我过来帮帮忙 那快坐吧 饭都好了啊 辛苦 妈 这么多菜 我跟我商量商量呢 这种事不需要你操心 来来来 坐坐坐 你啊 就听我安排就行了啊 这是 酸菜炖大肘磅吗 还烫呢 这是小儿最爱吃的 就这么着吧 好 做这么多啊 妈 都是你爱吃的 小黄也爱吃 小黄也爱吃 那味道特别好 嗯 吃吃 妈 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早上到的 嗯 好不好吃 再尝尝酸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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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嘛 你做菜别老实 放这么多酱 嗯 嗯 我就放一点 一点也别放了 咱们吃的习惯 玫瑰吃不习惯 没有吃的习惯 对 嗯 �ach member 老 esta 老 hope 老班 老师 眼露 老是 特别 reflex 就算了 你不想做母亲的心 想想想 嗯嗯 你怎么会有这种猫 什么都没吃 她怎么会有这种猫 我的天啊 这 这怎么有只猫啊 你们来养的 怀孕了可不能养嘛 我跟你说 猫在身上又有跳 又有什么的 扶我吧 行不行行 一经一扎的 来来吃饭吃饭 啊 怎么 怎么中了算了 这 我估计我妈 以为这花干了 给扔了吧 那是永生花 本来就是干的 她不懂呗 这么多东西 我这个好多资料都在这儿呢 我这楼上楼下跑也不方便 要不然我住这儿 你给你妈住楼上 那怎么行啊 咱们俩一块住 晚上我才好照顾你嘛 好呀 你需要什么东西啊 你就过来拿 你跟她说一声就行 没事 这儿呢 这儿还有个河北大学的 也可以看看 来了 方总早 今天这个不错 是个海归 滕孝毕业的 今年刚回国 两位好 坐坐坐 坐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叫张叶 应聘的职位是软件开发 我之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 之后呢 就去美国继续深造 完成了我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可以了吗 可以了 我就觉得她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 要的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 怎么就不行呢 像她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 她如果像她自己说的那么厉害 干嘛不在美国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 她吹不吹牛 我们还听不出来吗 刚才你也考过了 刚才你也考过了 C++ Java 人都答上来了 还懂点SQL 像这样的人 在哪个大公司拿不下购物 啊 咱们趁她还没有摸清楚国内行情之前 赶紧收编吧 他们这种人 在公司待不住的 怎么就待不住 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 是 我们是给不了那些大公司的薪水 但是我们公司的气氛 工作前景还是特别诱人的 我不管你怎么说 这个人我要定了 不行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凭什么什么都你说的算 那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那照你这么说 黄亦梅也有股份呢 那我们是不是得问下她的意见 这个财年结算后 我会把钱还给她 把她所有的股份回到我的名项 行 小卓 姐 好了 这个精神分析诊断的电子书号 不早就升起了 还没办下来 那你赶紧催运度呀 好 姐 这个电脑是出版社的 我知道 剩下的工作我带回家处理 可是姐 不是说你辞职了吗 你说什么 不是说你辞职了吗 进来 主编 小华 你怎么来了 你爱人不是说你卧床吗 主编 我 我不辞职 我 我都没提申请 您怎么能批准我辞职呢 当时你爱人过来给你办的手续 她说跟你商量好的 还带着你的证件呢 我们部门才刚成立 我怎么可能辞职吗 这 这我就不清楚了 她说你身体不好 情况非常糟糕 不能继续上班了 她说不清楚了 真的不行啊 主编 小华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小华 你别激动 别激动啊 手续呢 念人都给你办好了 你不先回去问问她吧 不过 现在辞职的确可惜啊 但是身体最重要 万一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哪 是不是 回去问问她吧 好 您里边请 还买花呢 鲜花是为了迎接她的女主人 花美我美 当然是你妹 来来来 看看我们的厨房 你脑补一下 这个家的男主人 在这烹饪 为她心爱的女人 然后坐在这个餐桌上 享用他们的晚餐 这是他们的客厅 真好 别说有个建筑师的男朋友 是不错啊 家具都配齐了 我卧室呢 我要看卧室 不是 不是 你这灯笼也太塑料了吧 这主要是为了洗净 气氛好 气氛好 两米乘两米的床 看着就舒服 大白天的你不要想那些 不该想的事情啊 怎么了 那什么样 什么呀 浴缸啊 我不是说了我不要浴缸吗 那不是之前觉得这地方小吗 结果我在建材城看到一个齿筒大小 都非常合适的 而且 大了五折 所以你就买了 不都说女孩喜欢泡澡吗 再说 那有淋浴头 你想淋浴淋浴 想泡澡泡澡 多合适啊 不是 浴缸怎么了 是吗 我还说 我还在阶段里面 每天太阶段里面 我还在阶段里面 我还在阶段里面 你会继续 我还在阶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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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吗 喂 你为什么把我工作辞了 你去单位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怎么又乱跑啊 我跟你说 让你帮我请一个月的假 谁让你帮我工作辞来的 说话呀 我在公司呢 有什么事回家说好吗 你在上班是吧 你工作重要 我的工作就不重要 你现在马上回来 立刻马上 我真回不去 等下公司里还有两个面试呢 乖 今天我不下班 到了点我就回家 你看行吗 啥事啊 小文上班呢 啥事回来再说呗 那你下班就回来 咋的了这是 我给你倒点水喝 我出去走走 你这刚回来 你又要出去啊 小文不是让你在家等他吗 你儿子的话不是生日 它 这 这这这金儿金儿的跟谁呢这是 我在一说的工作室呢 怎么了 没事 有忙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多拿两个盘啊 来了 还有啊 这 这是 那么多菜花了不少钱吧 这些菜啊 都是她爱吃啊 她啊 今天心情不好 我哄哄她吧 我也心情不好 也没见到你怎么孝敬我呀 咋啦 嫉妒儿媳妇了 你要爱吃啊 我也成天给你骂 瞎唬呀 你 你去哪儿啊 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 工作都没了 出去走走不行吗 小黄 我儿子等你半天了 先吃了饭再说吧 对了 先吃了饭 吃完再说呗 我不饿 你们吃吧 好吧 晨晨上来找我 你们探探 现在吃了 你快吃了嘛 吃了吗 你来打往上 你持续 你吃了吗 吃不吃 午饭再瘀 多少得吃点啊 你看 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特意给你打包的 别回答我的问题 当时 我就是太紧张了 怕你出事 工作是我的 你说辞就辞 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我是怕你逞强嘛 别又跟上一次那样 突然晕倒 多危险啊 我们上一次不是去查了吗 都两天住院说排除紫贤了 对不对 就是低血糖晕倒嘛 但那时候 我没出结果了嘛 我一紧张 你说 辞都辞了 现在说这个也晚了 你不如在家 好好歇一阵 你还说要买房 你说你弄的负担那么重 我现在工作没了 收入不更少了吗 你说你是不是愚蠢 这 这 这怎么愚蠢了 这么说吧 你那个工作 它本来就不是正式编制 你每月挣那么点钱 我压根也没指望 你能帮我一起还贷款 只要你跟宝宝健健康康的 已经是把我们家省大钱了 况且啊 你们这种单位啊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真以为你们领导 那么乐意 你天天跟他请假 你不知道啊 那一天 我帮你提辞职的时候 那我多高兴